今天来聊聊师傅节这个事 老万把8月3号定为师傅节 你们觉得怎样 有人说3月8号是妇女节 老万就把日子反过来定了8月3号 可说实话 目前这个师傅节外面没多少人认可 咋再来说说 大部分师傅从入行到成为师傅 一般都是年后两个月左右 所以成为师傅的那一刻 那简直就是咱们职业生涯的生日 把这一天叫做师傅节 是不是也很有意义 既然3月8号是妇女节 那我觉得3月9号定为师傅节就挺不错 家人们你们只是想想 这前后年者多少记忆啊 但话说回来 师傅节到底定在哪一天呢 这还真的听听各位师傅的想法 咱师傅们在各自的行业里默默耕耘 飞洒汗水 这师傅节又是定下来 那就是对咱们的一种肯定和真正 不管是8月3号还是3月9号 或者是其他日子 只要能真正代表咱们师傅的心声 能让社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师傅的付出和努力 那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座的各位师傅 快在评论区留下您心中理想的师傅节日 咱们一起讨论讨论 争取能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师傅节